千万别私下给我去对答案啊 最后一次跟大家开班会了啊 有几个事在上考场之前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第一千万别是太饱 也别喝太多水 你上厕所次数越多 耽误的考试之间就越多 记住了吧 第二啊 大家回去之后 看一看自己家到考场需要多长时间 一定要给我预留出来足够长的时间 避免因为堵车去耽误 特别是英语啊 因为有听力 你迟到之后是禁止进入考场的 明白了吗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第三试卷发下来之后 首先要看有没有缺字 自己不清楚的情况啊 别着急去看题目 时间肯定是足够充裕的 看一看你的试卷有没有印刷问题 如果说有问题 一定举手跟健康老师去说清楚 知道不 第四的话啊 开考前五分钟非常关键 别着急答题 拿到手先把试卷整个去看一遍 了解一下整体的这个难易程度啊 这样的话你可以去规划一下 之后你们后面的答题节奏 合理去安排一下时间 第五先易后难 先做简单题容易拿分的 如果是有一些考过的熟悉的提醒啊 务必要认真审题 特别是班上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啊 你简单题要是敢丢分 看我考试完之后罚不罚你 难题大家都难 都知道要审题 遇到简单题就出心 你不要看到意思就认为是肯定 一定要认真想想 这道题应该怎么样去做 所以说呢啊 你前面如果错了两道选择题 后面一道大题就白做了 明白吗 第六啊 如果考试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注意一定要去检查试卷 检查答题卡是不是有图错 添错的情况 别因为这点小问题 影响最后的成绩 第七 进了考场之后啊 一定要心无旁骛 不要去想别的 不要去看健康老师 别被周边的同学去影响到 不要去想他行的有多快 没准他就是在故意干扰你呢啊 第八点 考完一科丢一科 千万别私下给我去对答案啊 别管成绩如何 从你停笔交据上那一刻 你的这场考试就已经结束了 安心准备下场就好 知道了吧 好那最后呢 咱们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啊 预祝各位同学都能金榜提名 中考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